各位丰盛金权的好朋友 当我们读《越斯雅记》的时候 好像其中都是在讲战争 但是我们特别要去思想一件事 在这战争当中 神都预先讲好这一场战要怎么走 策略在于神 计划在于神 这是读《越斯雅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约斯雅自己说 好,我要怎样来打这一场战 上帝给他全盘的策略计划 所以,起初的几章 就是攻打耶利哥是第一章 上帝有策略 一天就绕成一次 都不要讲话 安静地绕一次 到了第七天 绕七处才大喊 这叫做上帝的策略 《越斯雅记》里面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因素就说 照常理来说 是不会打赢战的 但是上帝 再三地说 我必与你同在 我要将敌人交在你手中 必无一人能站立在你面前 这岂不是我们读《越斯雅记》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吗 把整个《越斯雅记》去征服这些不可能的敌人 这个整个旅程 征战的旅程 把它想到我们自己人生的旅程 还不是这样的 有这么多的敌人 要侵略我们 要抢夺我们的灵魂 要抢夺上帝要给我们的 这一切的祝福 有时候 我们太基于自己的用法 看法 而不去聆听神的指导 而且 忘记去依靠 为我们征战的是 耶和华万君的神 所以这是我们读《越斯雅记》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到很没有兴趣 好像都是在打仗 然后很多名字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到底《越斯雅记》是要向我们说什么话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我们《越斯雅记》的大列上 我们已经知道是分着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准备了 就叫做备战时期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征战开始了 这是从第六章开始 所以在第一章第五章 就是要准备 第六章开始 到第十二章 这是中间的一块 这一块在了征战的时期 而且上帝也给《越斯雅记》很有计划的策略 从中部开始 然后南部 然后才北部 所以这个征战的区域 也是神所规定的 所带领的 给他有一个智慧 从中间开始 然后才南部 才北部 所以到最后一段 是十三章到二十四章 你读起来是比较没有兴趣的 为什么 在分地 就是开始分土地 所以很多名字 很多支派的名字出来 这个叫做享乐的时期 一是备战 二是征战 三是享乐 那这也好比我们的一生 是不是这样 我们准备了 读书读书 读了 哇 可能有的读到三十岁 哇 备战 但是呢 人生也不是只有学问 对不对 要有灵命的备战 同时在进行 我们的灵命进步 备战 以便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去跌倒 可能进到社会以后 有很多的征战 优惑 哇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啊 你一定要靠着主 聆听主 看主要你怎么争战 要你怎么打仗 争战时期 也不少人失败 被魔鬼拐走了 打败战了 所以在这种打败战当中 怎么办啊 哇 不行的 连灵魂都被 俘虏掉了 那不是太可惜吗 这一生 是太大的失败吗 好吧 你靠着主 要征战 要征战 最大的敌人 就是你自己 魔鬼 魔鬼 借着敌人 在你心中 来管由我们 征战 必要靠主 得胜 灵魂的栽培 是这么的重要 最后到 年老了 退休了 享受你的 一生的果效了 那个时候 是不是更需要神 当然了 更需要神 在我们当中 所以把你的人生 分着三个时期 来读这个耶稣雅记 但愿神 在我们读的时候 想到 神怎么在我们一生 来带领我们 来指导我们 来帮助我们 打胜战 天父我们感谢你 是你的恩典 人生好比是一场战战 我们没有一个人 愿意在这场战 打败战 被魔鬼 俘虏掉了 主啊 我们要依靠你 我们要常常去 聆听你的指导 也要去 知道说 你确实 是我们的神 是带我们 打胜战的神 世界的一切 都要过去 但是 我们靠着主 要为主而活 在这个世界 让我们打胜战 是因为圣灵 在我们当中的帮助 祷告 奉旨的名 阿们 我们下一次 后一会订为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